親身的一種 支持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Maxine 今天我要為大家分享 還有關於Blink行銷實習的經驗 還有我在醫院擔任行銷實習生的日子 那首先呢 這是我覺得很棒的是 大學其實給我們很多常識的機會 那我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不斷去照顧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是嘗試哪一些東西 其實我過去的神經歷呢 可以分這三大部分 那就是像我過去呢 我在職能治療期 然後我又雙主修心理系 那在我大一的時候 因為我參加哈佛就是Warmount 然後因為覺得就是深深的感到非常震撼 然後大一的時候也去創立社團 然後後來我連續兩個暑假也都去南印度 然後我擔任國際職工 那在第二年的時候 我甚至就擔任了國際職工的團長 那除此之外呢 我在寒假的時候呢 也都會去參加一些經濟貿易的營隊 然後後來我也就是有去實習的經驗 就是像我實習的時候 我是在這三個地方 就在醫院 然後Link 跟PMODA 那今天最主要要來分享的是 醫院跟Link 這兩個就是實習的一個經驗 那首先呢 我覺得在場的各位其實都很優秀 就是實習管道你們一定找得到 但是我想要問 就是大家有沒有問過去 再哪一個問人 就是你的實習是為了什麼 其實每個人實習的原因都 就是都有 都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這些都對 但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最重要其實就是要認識世界 因為其實就是我們所看到 在學校看到其實跟外面的其實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這很棒的方式就是 能夠透過實習然後去認識我們 在學校裡面所看不到的東西 那就是藉由實習呢 我所認識到的世界 還有我有一些感悟 那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真的覺得大家一定要先勝選實習單位 因為他的影響可能不只兩個月 怎麼說呢 他可能會影響到你對於這個產業的看法 那或者是說你可不可以 你之後會不會跨入這個產業 有可能就是因為這段實習經驗 那所以就是真的要勝選實習單位 然後另外呢 那就是要去觀察在這邊的工作的人 因為他未來的一個 就是他可能就是你未來的樣子 他的譬如說他的指甲跟畫 他的生活環境 或是他的生活圈 就是有可能就是你未來的樣子 所以你在實習的時候要好好去觀察 在這邊的就是一切人的事物 然後就是在接下來呢 就是我很鼓勵大家大家看到 就是在實習的時候一定要不斷去問 不斷去挖掘 因為挖道就是你的 所以這要實際去接觸 然後去更深入了結這個專業領域 然後同時認識世界 然後也看出自己說自己 到底適不適合這樣的一個工作型態 那今天就是主要來分享 有關於醫院跟VIC的一個經驗 那首先呢 我會來介紹我在醫院實習的經驗 那其實醫院就是我們這樣一個實習機會 因為其實算是我的畢業門檻裡面 他的一個要求 所以我們一開始呢 我們會像是 就是原來像私房單的樣子 然後我們會依據你大一到大三的成績 然後去一個一個照號 然後去填你想要的那個實習單位 然後我還蠻幸運的就是 我都是選到我的第一次院 然後歷經了就是選醫院之後 然後接下來就是加跑點禮 加跑點禮之後 然後就開始正式的實習 那我先分享一下我在力戰小兒的經驗 其實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在小兒 其實就是跟小朋友玩 可是玩要玩的就是有技巧 因為有時候那個小朋友他真的很會亂跑 所以他跑的時候我們要跟著跑 他跳的時候我們要跟著跳 然後有時候呢 就是他們可能會覺得你好無聊 所以我們還要講一些就是 我們要變化一下語調 然後來吸引他們的註意 比如說我們會跟他說 來過來過來 來跳跳 唉唷我不懂 哇你好棒喔 就是要就是 要變得跟小孩子用溝通這樣的語言 然後後來就發現我這樣的那個習慣 影響到我就是下班之後 我不小心用別字詞跟我的朋友 就是對話 就像我就是有印象 這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我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 然後去逛然後我沒裝備 然後那早上試擦乳液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唉來我們來擦擦 他就很驚恐的眼神看著我 我當下也還沒意會過來 後來才發現 我真的這個疊字詞的這個希望 很嚴重影響到我的交友功能 對 對 然後就是我們真的是 其實還蠻辛苦 因為小朋友都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必須要蹲著 然後跪著去跟小朋友玩 所以就是在一開始 我的膝蓋還沒有辦法 就是承受這樣的那個 這樣的姿勢 然後變成說我連上樓體都會痛 然後後來呢我就到了生理 所以其實看到 其實就是跟那個阿公阿媽這樣做福建做活動 但是我們的物理治療比較不一樣的方式是 我們是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器材 然後幫助他們就是回福健康 然後有時候像是我們會幫他們拉筋啊 然後幫他們設計一些治療活動 然後有時候呢我們也會就是 就是教病人要怎麼從床移位到那個椅子上 然後就在我有一天然後就是要教一個病人的家屬 說要怎麼幫這個很壯的阿公 然後從床上移到椅子上的時候 然後就是這一個姿勢 我一把他拉起來我自己就散到腰 然後看我當天晚上就馬上報號去做福建 所以我們白天就幫別人做福建 然後晚上就自己做福建 有時候你就會看到那個床上 一排床的都是我們自己的人 全部都是我們治療師 所以其實這就是職業傷害非常的大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到精神科 就是大家可能認為說精神科好像就只是 我們就是那個心理智商阿或者是打針阿或吃藥 但其實我要跟大家說的是 在精神科並沒有這麼的苦澡 我們其實非常非常的非常多元 而且社會職能治療師就幾乎是十八到五一一樣 這樣接通 因為我們要設計很多很多的就是治療活動 然後幫助病人得到健康 像是我們要學會做皮雕 像這個我也會做 我們還要種花種草這個也會 然後我們還要帶著那個阿公阿嬤來唱歌 然後有時候還要跳正多燕 有時候還要跳個那個氣功八段子 然後有時候還要來做糕餅 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然後有時候呢我們還要就是做肥皂 然後帶著他們一起去義賣 就是這其實那麼多都是我們神治療師 這個福建團就在做的 但其實這些看似非常非常的 當然多元非常快 而且他也有壓力比較大的一點 像是我們真的是心臟要比較大顆 因為像有一次就是在我實習的最後一元 我就看到各樣就割完 然後真的是被嚇到 可是你還要就是非常勇敢去面對他 然後看著他的傷口 然後問他說欸你怎麼了 怎麼會讓你這樣 就是其實我們必須心裡的那個力量要非常的大 然後也因為這些經驗 然後讓我就思考說 那我的工作就是我真的適合這樣位置嗎 就其實在醫院就是我覺得很棒一點 其實真的是幫助病人回歸到他們健康生活 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然後但是我也發現到說 其實大環衆對於醫療人員並不那麼友善 因為像我們並不適用於療機房 然後這個就是會常常造成 像是看到很多新聞上 那個醫療人員會有醫生會被告 會有那個醫療糾紛 其實是因為醫療就是醫生他可能會因為過牢 然後造成他的判斷錯誤 然後變就是有一些糾紛這樣 然後而且就是像我剛剛所提到 真的心裡的那個力量都夠強 因為你要有自信去面對病人的每一道傷疤 然後要克服自己心裡的恐懼 然後而且我也就是雖然是這樣講 可是我覺得還是很感謝在醫院時期的日子 因為他讓我培養到通靈性怎麼說呢 因為我接觸到很多的病人 其實每個病人他們身上都有每一個不同的故事 但是我透過這樣了解他們的人生故事之後 你會覺得說 你會覺得說就是其實有些人 他人生其實身不有機 然後也會了解到其實很多人不同的人生 然後有什麼樣的因素影響著他 可能某一個某一件事造成他的一個轉折 人生很大的轉折點 然後你就會去注意說那我之後要怎麼去避免 所以我覺得就是其實他滿感謝在醫院這一段日子 然後可以讓我可以了解更多人真的 就是不同的面向 然後也開始進了思考自己的人生 自己是不是真的適合這樣的一個環境 然後就在結束醫院實習之後 其實他為期一年的實習 其實對於自己的方向他就感到非常溫然 就是非常茫然的 然後就在有一天然後就在茫然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上天會給你開另外一條路 然後我就收到了這一封信 就是他剛好在徵這個行銷大使 然後我就就是當然就是跑去報名 然後去擔任就是行銷實習生 然後在這邊行銷實習生的那個工作內容 就主要就是這三塊就有票券 然後還有當然少記者的部分 然後像就是像我們每個禮拜呢 也都會就是跟著學姐 就是我們老闆會叫他學姐 就跟著學姐然後去做就是行銷的提案 然後學姐也會根據我們的提案去做建議 然後也會就是分享他自己 之前在VC區 或者就在麥康C區的經驗給我們知道 然後我覺得能夠學到蠻多東西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會去就是積極的推銷我們的就是票券平台 然後那時候就是每個禮拜都會做評比 然後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會去寫活動的文章 然後像這是一個大學的營隊的文章 或者是說我們有時候會去採訪就是想著 像UrSchool 然後我也還蠻就是被他們的教育裡面所感動 所以那時候我拿到就是UrSchool的創刊號售 就是內心非常感動 因為台灣真的是有這麼一群人為了台灣的教育 然後去做努力 然後就是那時候我去採訪UrSchool的經驗 然後另外呢也有去採訪就是TELF 就是他是經濟青年論壇的一個創辦人 然後他也是就是他的理念也讓我很感動 因為他自己是受制於他的母校台大 所以他也想要回饋他母校 所以他就創立這樣的一個論壇 然後就是讓更多人可以去了解有關實習的一些心態 培養心態或者是培養一些公民的態度 然後這也是讓我非常感動的一點 然後在最後最後我們學期期末的時候 我們會有這個Final Report 就是我們會針對我們的行銷的一個策略 然後去做提案 然後每一個組別他其實所負責的題目都不太一樣 那像我們這一組的話 我們是比較偏向於電子票券要怎麼應用 然後要怎麼就是把這個電子票券平台 推廣到那個或推廣到學校那邊 所以就是那時候我們的報告 那其實在Blink就是結束習期之後 我就是認識到其實跟醫學領域完全不一樣的一個 就是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而且也對電子商務有更深度的了解 然後另外因為就是像Final Report 他其實是一個跨校然後跨科系的合作 那我就比較了解說要怎麼去跟不同的人 然後去做溝通 然後去一起完成任務 然後另外呢我也會對行銷就是會比較了解 就是從頭到尾 然後都會比較更深入的了解 然後就是而且我覺得還蠻感動的是 就是你真的看到我之前就是令人 他其實算是一個新創團隊到現在 他有這樣的規模 他可以跟玉山出職 然後就是跟玉山合作 然後或者是跟微秀合作 我覺得算是還蠻有成就感 就是看著一個小公司慢慢茁壯的一個就是過程 除此之外呢我在Link就是也就是有變得更加的積極主動 因為其實對我來講算是一個跨領域 所以我會變得說我會更加去積極去可能看書 或者是去問學長姐有關於這方面的一些知識 然後會主動去挖東西然後讓學姐就是成長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採訪之後 因為就採訪過很多的講者 然後也被他們的一些生命故事被他們的創辦裡面給感動 然後也會思考只有自己之後是不是也能夠做出讓人家感動的東西 然後也認識了不同的領域 然後注入不同的思維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實習過程中 過程一定會有挫折 但事情就正面面對他 然後不要擔心就是你的生命多繞了一圈 其實他們都會最後都會串在一起的 然後而且真的很棒就是你們都去透過實習 然後去了解真實的世界 更重要的是要探索自己到底適不適合這樣的一個職位 然後最後就是人生只有一次不要活在別的期待下 更不要活在後悔裡面 最後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夠定義你自己的實習生活 然後定義之後就大膽的往這個領域去衝去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從剛剛師徒結會的分享裡面我覺得有兩點 這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說 其實我們可以好好的去觀察可能我們生活周到的一切 不管你是可能學生或是觀察在學校的人 觀察學校的教授或是你班上的各式各樣的同學 以及你如果在工作的話 你也可以好好的去觀察你身長的一些工作活動 他們是怎麼在生活 他們怎麼去面對他們那樣的事情 那你透過你會學習去觀察生活中很多事情之後 其實你會知道這世界有很多 很多資訊是等著你們去發掘的 可是就像他剛剛提到的U-School也是 我來教練之後也知道原來有這樣的地方 那其實在教練之間我們會看到很多 可以說是新透風刺或是新來業也好 因為他們並不是非常的知名 或是並不是規模這麼的壯大 但是他們都正在能力做他們的事情 因為他們想做的是能夠改變台灣改變這個世界 但是目前我們才在一般的平面媒體 或是主流的媒體資訊室上 我們是不會看到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們應該要多多去關心這些可能 目前聲音還比較小的朋友們 或是創業的新創產類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的講者是穆天 他其實是一個很...